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继续带您来关心中国人权的状况 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日前发表报告说 中国大陆的城市管理局在某一些情况下 对公众非但不起保护作用 反而因为滥用权力而成为公众安全的威胁 我们的真相中国带您来了解 中国大陆城管人员残暴野蛮的执法行为 美国之音报道 国际组织人权观察23号的这份报告 用城管的习惯话语 给我打全部收掉命名 报告记载了多件城管人员侵权的行为 包括非法拘捕非法暴力等 报告说从1997成立以来 中国的城管执法得到了一个任意暴力和有罪不罚的名声 但城管是个辅助警察机构 负责执行对城市的非行事行政法规的监管 据了解目前中国大陆在656个城市中 有多达数千名的城管人员 权力运动组织发起人之一胡军指出 中国的城管是非法组织 它体现的是政府无能 是中共当局做过坏事后 用来推说临时工干的一种流氓行为 临时工干的就可以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这就是中国政府的流氓行为 所以他为什么要搞一个城管出来呢 原因就在这里 如果反过来的话 如果是警察的话 那么就是政府有责任 那么他要搞个城管出来呢 他可以把它说为他不属于政府行为 没有任何一个法律来授权一个部门 一个组织或者一个个人 可以对街上的这种小摊小贩进行管理 没有法律的这种规定的情况下 那么这种管理呢 其实就是非法的 网络流传许多嘲讽中国城管的视频 记述了中国城管暴力执法过程 找点空闲 找点时间 开着汽车 开着汽车 唱出来转转 带上罚单 带上针尖 配同便衣 到路上看看 一摊上我手的一些拖鞋 小吃上手来了一桌好饭 唱出来转转 就在转转 哪怕是哪个西瓜 手折弯 与手 不备家 多多大多 李天天认为 要想解决问题 唯一办法就是中共专制体制解体 新唐电视李运采访报导 要想解决 最后 要是 要想解决